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一切所缘为盗用而去灌修 然后同样像之前一样 观想一切众生 以及观想三宝与境前提醒加持 三宝与能救度与苦害之中受苦的众生 并且提醒诸佛菩萨能将如母的一切众生 都射受于加倍之下 接下来讲的是第四十六个 这个部分四十六段 也就是如观想悲心一般去观想慈心 从最初观想自己的母亲 然后慢慢引申到父亲到亲朋好友 以及当地人 然后慢慢逐步慢慢扩大 将所缘的对境扩大 直至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 首先在观想母亲的时候 观想母亲对自己的所有恩德 然后以现实的母亲的恩德为根本 然后同时意念 生生世世 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 为自己施育的恩德 从而其情上师家 只能将如母的一切众生 第四十七段 特别将怨敌为主要的慈心观修对象 心想众生的苦 即使自己的苦 所以对众生生起悲心 同时也想着如果众生快乐 那么自己也将会快乐的慈心 如果这个众生能脱离苦海的话 那我会非常的欢喜和快乐 所以将自己的挚爱母亲和自己仇恨的怨敌 没有任何区别地将它们作为对境去观想 这一切众生的慈心 接下来这一段是正行的菩提心 菩提心部分 此菩提心部分再讲的是 讲自他的一切痛苦都观想自己能受一切众生的苦 从这个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所造作的所有罪障 以及今生因为这个三毒的烦恼的蒙蔽 所造作的一切罪业和堕罪 以及所有艺术果的成熟 然后思维这一部分 然后观想这个上师三宝 然后口中念诵上师三宝的奇请文 然后思维一切众生的这个罪障的这个 罪障都有自己去承担 都有自己去担负 接下来讲的这一部分是 以取舍之道去观修这个菩提心 观想这个自己的头顶 有这个上师一起于三宝 并于将这个至普天底下的一切如梦众生 观想于这个皈依对境的境前 并且意念他们的这个恩德 意念他们的痛苦而新生起悲心 并且希望他们能获得快乐 从而升起慈心 然后自他一切众生同时 一口同心的念诵这个上师三宝的奇请文 心里要想着不管自己遇到任何困难 觉得这一块儿梦众生对境 它是什么 或者这一块儿梦众生对境 就是你的我 难道 东西 用不想得到 当然 这个是最后的梦众生 心里要想着不管自己遇到任何困难 就是要舍掉自己的性命 自己也将会为如母的一切众生服务的这种心态 并且能将自己从无时以来所造的一切善业 都总结一处希望可以利益到普天底下的如母众生 就像之前所讲的从母亲到父亲 然后到亲友 然后到同乡人之后 到当地人这个同城市的人 直至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而观修慈悲心 思维这个从地狱到33天 从地狱的最下端 以及到这个六道的最顶端的所有众生 一一地去观修这些众生是自己的母亲 然后意念他们的恩德 并且思维他们所遭受的痛苦 形成这个悲心和慈心 以一种施舍和受取的这种心态 施舍就是施舍自己的一切善业福德 而受取是受取一切众生的痛苦 以这种的施舍这个方式来修持这个慈悲心 就是思维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含义而观修 然后思维自己获得狭满人生 并且执欲大恩德据德上师 因进入这个断除由罪障 然后承办这个善业 利一切众生的这个利他事业 同时意念这个死亡无常 业之因果一局轮回过患 在这个定中的时候 安住在这个所缘对军而不散乱 在厚得出定的时候 尽力地去帮助众生 修持这个四无量心 以及六度十法心 那么今天继续念诵昨天的那个解脱庄严保论 接下来念诵的这个部分是这个信心的部分 在信心部分区分为生气的信心向往的信心和清静的信心 这下来念语 这里念诵的是引用宝曼论的颂文 阐述信心 这里讲到的是娱乐不能动 也就是遇到这个遇乐的时候 信心不能动 以及凶恶不能动 恐惧不能动 愚迷不能动 遇到这四种委员的时候 自己的心情坚定不移 这里引用到塔拉宝真言经的颂文 以上讲的第二章已经结束 然后现在讲的是第三章明善知识 在明善知识也就是成佛之源善知识 那么这里提到的必须依止善知识的理由有三个 也就是依经文来解释 依英明力量来解释 以及依比喻来解释 其中引用圣级识 波尔八千识的这些识识来阐述 为何需要意志善知 或者是善知识 海岸,波尔88,互相对反应 但仍然能力量以后 比喻来解释 因此,因此 令你考虑这些识解释 未经文有关在书想 之互需要解释 凶知识 再辅识 再辅迅,在魔grupp 这些识识 凶跟在哪里面 已是疑等 最新的识识 我当然是更加重大的 那些识识 这里提到甚至是就像这个渡河的这个舵手或者是传师 或者是在陌生路上的向导 或者是危险地带的护送者一样 以辟语的方式来阐述为何要一直闪知识 这里引用到不动由国宜本视频的颂文来阐述 就是上知识识引导我们到一切智慧区的护送者 这里具体的阐述 堕主或者是传师 接下来讲到这个上知识的四种分类 也就是属于普通众生以类的上知识 属于地上菩萨以类的上知识 以及属于化身佛的上知识 第四个属于报身佛的上知识 这里一句阐述的是佛陀善知识的定义 以及地上菩萨三知识的定义 讲到这个佛陀善知识 他要具足断正二种圆满的功德 以及地上菩萨 他要只是从初地到十地之间的各地不同的断正功德 这里提到余兽的自治 自在者以及于心得自在者 自财得自在者 于业得自在者 于深处得自在者 于娱乐得自在者 于愿求得自在 于神通得自在 于智慧得自在者 于法得自在者 十种地上菩萨需要具足色色众生时的功德 首先阐述的是普通众生类的上知识 他需要具足八种四种或者两种的功德 具体引用了这个菩萨地论的颂文 以及引用这个庄严经论来阐述需要具足四种功德的含义 以及引用入菩萨行论来阐述具足两种功德或者两种条件的这个善知识 那么接下来讲的是这个依止善知识的方法 以公敬与供养爱尽并诚修行其努力这三种 所谓了 自在设计的方法 以网易坦养解释在 你和泉国的关系 你和泉国的关系 温经在多个设计 在您在以后 您在这一方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阐述一直上师或者善知识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提到《般若经》之中一致善知识的方法 以上就是善知识部分 嗯 嗯 所以呢 这次这个解脱庄严保论的这个讨论会 从最初的准备也是从这个从开头到善知识的这个部分 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有可能这个主题会变少一些 嗯 嗯 因为 嗯 因为这次这个解脱庄严保论从 从头到尾希望可以顺利的这样讨论 但是会耽搁很长的时间 所以 呃 不知道能不能一直这个讨论到善知识部分 嗯 嗯 总之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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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这个研讨会希望可以圆满成功 嗯 嗯 嗯 以及可以大家可以有所这个 啊 了知 所以我们不要做常常处 匆匆忙忙 非常长处的 呃 就算今年 呃 有这样的打算 但是如果没有完成的话 明年也可以继续 总之呢 这次的这个解脱庄严保论的这个研讨会呢 那各个佛学院的 这个 嗯 嗯 嗯 有9名学生 也就是每个班级顶尖的学生 嗯 嗯 嗯 他们来到这个 这个 达恩萨拉的商品院 在 呃 两个月的期间 他们有 哦 研究讨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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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这个 呃 钢伯巴大师的教研 从头到尾 他们都有去研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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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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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能在這裡打住就好